光电与绿能结合已经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在Living Green的基础上 光电科技蓬勃发展 新应用叠起 从今年的展览就可以一窥就近 2013台北国际光电周及台湾频密显示器展 一共有649家厂商参展 总摊位数达1502个 今年展览的五大亮点 包括3D列印 深衣光电 植物工厂 鸿海大电视 以及两岸LED照明产品共通规格发布 希望借由台北国际光电周 以台湾频密显示器展的纵效 让台湾的光电产业预阻台湾布局全球 各位大家好 光电作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 这是一个已经不争的一个事实 那接下来的21世纪 我们称它是生态化社会 所以我们要接种这个技术 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 我们要经济发展 也要转个弯 或者是有所突破 或者是要转型 也刚好我们在这个转类点上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重视这个科技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绿能生活 台湾最大的植物工厂展 本届除摊位比去年成长两倍达60个之外 光电科技在农与畜牧业的应用 也能一览无遗 亮点包括农委会大力支持的农委会植物工厂馆 首次以可组合式的大型植物工厂 展示菇类栽培技术 三展厂商包括中华应馆 光阴生物科技 全新开发 野菜工房 亭茂农业 台湾大学 富士通 台湾三爱 利来登 沁生科技 赛民科技 金发半导体 工研院 旺游水栽培 民墙科技 巨洋光能 东大一 盐华 创森 奥登堡等知名厂商参展 现场成果发表展示各式先进植物工厂原件与设备 展现植物工厂人性化贴近生活的一面 期间并举办台湾植物工厂展欢迎酒会 产观学研齐聚交流 以促进整体商机活络与交流 此外还有以金属中心为主的智慧农业产业馆 城大 屏东科大 高雄海洋科大等展示LED 与太阳光电应用于养殖鱼业 畜牧业的产学研究成果 Edmond Optics has been coming to Opto Taiwan for about 8 years now It's a very important show for us We feel that this year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the market is now starting to come back We've had a lot of customers come this year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Nikonのガラス事業室の平岩です 今回初めてこの展示会に出展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非常に多くの人が訪れてくれて大変喜んでいます 今後もこの工学分野で色々な事業を台湾で発展させ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I'm at first time on Taiwan and this exhibition I hear about it many times But now I'm at first time it was fun Perfect exhibition except for manufacturers Very interesting optics and mechanical systems and chip production materials Many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and the French program also beautiful for Imagine market as Russia I'm from Russia I'm Russian LED Association It's very good to keep contacts with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and to meet on this field with your companies The光電周是光電产业非常不只是熱鬧 而且著有成就的一個好的平台 打造綠能低碳環境才能逐步迈向非和家用 我相信光電一定燦暗發光 i超人 when you come by copy15xs Plin Industries 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